河南新乡平原博物院 馆内珍藏着大量商周时期的青铜器 这些体型硕大的铜器 秀气斑斑的铁器出土于魏国大墓 由此可见 当年率先改革的新晋诸侯魏国 已经具备了足以傲视群雄的强大国力 不过此时信心满满的魏文侯 却遇到了一个十分棘手的难题 魏国要想实现攻打中山的计划 就必须向赵国借道 赵国能同意吗 魏国就派大将翟角到赵国进行游说 窄角他跟当时赵国的权臣赵丽的关系非常好 所以赵丽就答应去劝说赵丽侯 赵丽说出兵者魏也得帝者赵也 意思就是说魏国攻打中山国 赵国也可以从中渝利 于是赵丽侯就同意了让魏国借道 于是魏国借道赵国攻打中山国 关于这次通过外交手段达成的阴谋 韩非子外储说左下留下了窄角谋得国的字样 当一切准备就绪时 从中山国传来消息 中山武功突然暴病身亡 老毛深算的魏文侯敏感地意识到 进攻中山的最佳时机来了 他果断地拜大将岳阳为将 派西门豹为先锋 统领三军浩浩荡荡向中山杀来 当时魏文侯拜岳阳为将啊 其实他还是有顾虑的 因为岳阳当时在魏国的不是一流的大将 只是他的相国翟皇特意推荐岳阳 翟皇给他讲说岳阳他肯定是以国家大业为重 虽然他的儿子在中山国为将 但是他不会因私情误了国事 说为什么呢 因为我这个宅皇也可以用人格担保 就是岳阳的儿子岳叔曾经杀死了我的儿子 但是我在这种国家大事之前 我为什么推荐岳呢 就是我相信他能把这张大胜 所以魏文侯这时候才相信了 就让岳阳去领兵进攻中山 接替中山武功王位的是他的幼子 中山桓公 这位在中山后期历史上叱咤风云的一代英主 此时还不安适事 对中山国内忧外患的危险局势 更是没有任何概念 面对突如其来的魏国大军 年幼的桓公一时惊慌失措 所以当古须主动要求率军迎战魏军时 桓公立刻同意了 他把拯救中山的全部希望都寄托在了 这位老将身上 河北省明寿县境内的这条季节河 名叫慈河 当年准备迎头痛击来犯之敌的中山军队 在老臣古须的精心布置下 沿阵以待的中山士兵准备凭借慈河之险 以疫代劳 尽管与魏军相比 中山军队数量并不占优势 但是面对这支以骁勇善战 而著称于世且早已整个待旦的军队 席卷而来的魏国大军还是心有余悸 不得不暂时停下进攻的步伐 将军营安扎在与中山军队一合之隔的文山 这一住就是三个月